这里是礁西石草的农田 黑面皮鹿不时将头埋在水里来找寻鱼虾等等食物觅食 补充长时间飞行所消耗掉的体力及能量 远离严寒冰冻的西伯利亚来到温暖的台湾 渡冬的黑面皮鹿属于珍稀的冬候鸟 是全球冰围的物种之一 全球约有6600多只 往年都会有20-30只来到宜兰的石草 以及52甲湿地渡冬 今年也不例外 至今约有20多只造访宜兰 模样相当的可爱 吸引民众来赏鸟拍照 成为宜兰冬季另一种的生态景致 这个固定我们的宜兰 有黑面皮鹿都来几十只 因为我们的宜兰是仅仅一起到座 第二次就是都小庚 小庚最后就是都放水就走法草 那是黑面皮鹿它是走路的 所以说水也要有一点深度 但是虎子吃得下来 对吧 太浅它也没外 它就是说我们这些什么的温度不错 我们固定都差不多 一年都差不多三十只 二十只都在我们这 那根据生态老师杨景秀观察 今年飞来的黑面皮鹿 大都是属于较为年轻的黑面皮鹿 民众若要观赏 千万不要去干扰他们 可待在车内静静的欣赏 也不要大声喧哗 以免影响到黑面皮鹿的作息 今年听我们看 好像年轻人比较多 年轻人就是标准一年 一年后两年 你要看他在背的时候 那时代的牙齐都一圆黑色的 那是年轻人 你如果要去行商 或是要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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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你要出来看蕉 或是要博蕉蕉蕉 希望你不够目的地的时候 你的望远镜 你的照相机 就稍微放在旁边 放得好 但不能说你放在后面 黑面皮鹿就离别到 黑面皮鹿就把彩头得来 那时候没摗 黑面皮鹿大约在11月多 陆续飞抵宜兰 一直待到明年的4月才会北返 生态老师期望这些 远方来的校客 能够平安在宜兰渡东 并且顺利北返 繁衍船成下一代 让这珍贵的鳥类生 能够生生不息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策划报导